好,各位,當要申請BNO Visa的時候,首先就上網去GOV.UK找BNO Visa 裡面就有列明你在英國本土以外申請的 特別指明你的永久居住地一定要在香港的,你才可以申請 及後你就經網上去處理,這裡有個綠色按鈕寫著Apply Online 你一按進去就會有一些問題問你 第一條問題就問你這個主申請人有沒有興趣去居住英國的皇家屬地 主要是三個小島都是在英國本土外圍的 我這條是搭路的,我相信正常人都會搭路 第二條問題就是問你有沒有以下的護照 第一個就是BNO,第二個就是香港特區護照 按填yes,就是confirm your identity 這裡就是電子簽證和實體簽證的分水嶺 你繼續了之後,它就會問你你的護照有沒有生物認證的晶片呢 正常在近年申請BNO的時候,其實都會有的 你會看到你本passport的封面頁都會有這個圖案出現 如果你填yes,那之後你申請的就會是電子簽證來的 我們這個是實體簽證,會直接拿一個BRP 所以我們就填no,那下一頁呢 我問到,因為你要深深去替交一些生物認證的 那你就要選擇你要去哪一個城市去交這些生物認證 那我們是香港的簽證中心,就是在北角 正式開始這個申請的時候 你出現辦公室呢 其實就會要求你登記的電子簽證 那其實就方便往後的申請跟進 又或者申請結果的通知 那你用你自己本身的電子簽證也好 或者特地申請一個的電子簽證 是給這個visa application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電子簽證呢 那這個電子簽證呢 那其實就方便你之後想再登入回來 再可能修改一些資料啊 上傳一些文檔的時候呢 那就login回來的 第二條問題就是問到你是不是一個BNO status owner 我是Velic的BNO Passport的owner 那我就是yes的 那這裡有個細總結 對的就continue 不對的就在右邊change那裡改回 第一部分完了之後呢 就到第二部分了 那這裡就是屬於application這個session 那他就問你 contacting you by email的 直接contact你這個email有沒有問題啊 這個email呢 是不是屬於你的 還是屬於第三者呢 那有機會會是someone else的 因為可能一些移民公司幫一些申請人去代辦 那就可能就會填這一點 那之後第二條 有沒有一些additional email的 有的就要報回給他聽 沒有就填no就ok 之後他就問你 your telephone number 這個telephone number呢 是需要填區碼的 如果是香港的話 你就填回852 之後就你的電話號碼 八個數字那個 那就不用再畫一畫的了 連著 總共加起來應該有十一個數字的 這個telephone number是在哪裏使用 那這樣 你現在是852 那當然是out of the UK 那這樣你取回就ok了 好了 之後他就會再問你 你還有沒有其他telephone number 如果是yes的話就填多一次 那我就填路 相傳有些情況呢 HM Office 是有機會打給申請人 釐清一些資料 或挫一下他 可能覺得他提供的字 不太正確 再做調查 所以有機會會經過 sms 或者是telephone call 下面那三個 就是你只能夠聽telephone call 或者只能夠 sms 或者兩樣都不可以contact到你的 其實都要寫原因 除了第一點 就是telephone call 或者text message 都沒有問題 那我就填了是第一個的 your name 有關你申請護照 裡面那個名 亦都會等於你ID卡的名 那有些情況 可能你本身改過名的 之後會有一個 藍位會特別要你寫回 你之前的那個名的了 這條問題呢 其實就是問到 你在現在 或者之前 有沒有曾經用過其他的姓名的呢 如果你有的話 就說回你的名 就是之前用過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直接按no 就pass了它 而下一條呢 就是問到你性別 和你的關係的情況 那性別就男同女 和一個un specified 那不便透露 這個是自由來的 那我就選回男性吧 那感情狀況呢 就有幾種 單身 傑作婚 有一個師傅夥伴 另外那兩個 都是分離 離婚 最後那個呢 就是另一半過了身 那我就是單身的 那就填星局 那地址 那地址這裡 那填的 就會是你護照那裏 和你提供的 字 那 特別的地方就是 香港是沒有Postal Code的 那所以呢 都要打 打5個0 那就OK了 那你這個居住地址 會不會也是同時 是你通訊地址呢 是的話就yes 不是的話就另外再提供 那就沒有問題的了 就住地址問題呢 那 HM Office 都會問到你 你住在上述的地址 多久啊 你是擁有這個 物業啊 你租啊 還是是其他的情況呢 那 如果是其他情況的話呢 他就會要求你 略略地解釋一下給他聽 你的Postal Code這裡呢 那 他是要求你填 BNO那本 護照的資料 包括 護照號碼 發行的機構 什麼時候發 什麼時候到期 填完就 Next 下一頁 下一頁 就是關於 Your Identity Card 那這裡千萬千萬不要誤會了是香港的 Identity Card 因為其實 他問的 Identity Card 其實是對應對上一頁 BNO那個 的 Passport 那 你是BNO Visa 理論上你不會有英國的ID Card 所以其實這裡呢 你應該填 No 你的Nationality Country and Day of Birth 我當時啦 那其實 Country of Nationality 都還可以填 BNO的 那 Country of Birth 就是香港啦 Pace of Birth 都是香港的 那 生日日期 都是年月日 要填回就OK了 那就是下一頁 這裡 問 Your Other Nationality 那這裡呢 如果你有兩本護照 BNO 特區護照 那其實呢 你是有兩個Nationality 的 在他的電話 所以呢 好像我這樣的情況呢 我又有BNO 也都有DID Card 我拿BNO做申請 那 我是不是都有DID Card 都要告訴他 是的 那我就填Yes 好了 填了Yes之後呢 他就會問你 接著 Other Nationality 在哪裡呢 那就是香港 那 你什麼時候拿到 這個Nationality呢 那我就寫回自己 出生的那一天 而且 我現時 都還是擁有著這個國籍的 那就停下那個格子 這裡寫著 PASSPORT之後 後面就是香港 可以住 那就是因為你 填了你的 Other Nationality 在香港 那他就彈了這個標題出來 那他會問你 有沒有一個有效的PASSPORT 那 我就 有啦 所以我填Yes的 那 他會要求你填一些PASSPORT的Number 哪一個機構發行出來 什麼時候發行 以及什麼時候到期的 那填完就Save and continue 就OK了 那之後呢 就著這個Other Nationality 即是香港呢 你有沒有一個有效的ID Card 那我們現在這次才填Yes的 然後 填上你自己的身份證資料 以及入境處 什麼時候去簽發這個身份證 那 理論上應該沒有Expire Day 這樣 按下去就可以了 之後 填完第一個Other Nationality之後 按HM Office 就會再問你多一次 你有沒有第二個Other Nationality 那 我就沒有了 那我就填Low 有的話 我相信都是跟第一個 任何一樣的重複做多一次 那就是 剛才的情況 就是說 啊 HM Office 可能會有機會 找你去 和你去 和你去談一下 那個Application的資料 那他會問你 啊 有沒有什麼的語言 是你 prefer的呢 那 一是就英文 一是就非英文 如果有些Other 的話呢 他就會特別要求你 說一下哪一隻語言 會方便你 和他溝通 那 看看他能不能安排 如果不是呢 他們都會找回 講英文的員工 來和你溝通 提供 你父母的 資料 那其實 提供回父母的姓名 他們的 國籍 還有 春生日期 有些人 可能 未必有父母的 資料的 那 其實都 有選項 然後可以讓你 提供回父母的 出生資料 或者其他資料 或者其他資料 資料之後呢 按一下 下一條呢 就會問你 住在英國的哪裏 那 如果你填你自己知道呢 提供回 postcode 那這個postcode 其實方便他之後 安排 寄了BRP 去那些 當地附近的郵告 等你去認領 好了 除了你剛才說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 你是會 stay的 那些地方包括什麼呢 Airbnb 你找到份身工 護主提供給你的住所 朋友提供的 同事之間 提供的住宿 那 會要求你提供地址 以及你會什麼時候到達宿舍 什麼時候會離開呢 那你都要提供給HM Office的 你有關英國的Travel History 最近十年 有沒有來過英國 有的話 你來過多少次 那 問你最近三次的旅行紀錄 假設三次 那他都會問你 你的目的 你什麼時候到達英國呢 你什麼時候離開英國呢 那都要提供給他們 好了 這個medical treatment in the UK 那其實就是 有沒有曾經在英國當地 受到過這些medical treatment 那你沒有 就會整條 skip了 那 假設有 他會要求你回答什麼呢 這一個的treatment 包括在IHS裡面呢 那如果 包括的話 他又會再問多你一條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給完整個醫療費用 那樣 如果你都是yes 那 那就會再去下一頁 那下一頁呢 就是對 那個medical treatment 更加詳細的披露了 你有沒有曾經 申請過在英國居留 在近這十年 那如果你有的話 他就會問你 什麼時候申請 申請的結果呢 是ok 還是不ok呢 那我的情況呢 我就沒有申請過 那所以我填了no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那這個就是 平時的人說的 NI 就是蛇報 那一般情況呢 其實大家都應該不會有的 假設有啦 那他會要求你 提供一個NI number給他 那因為我沒有 那就直接save and continue 就ok了 這個就問你有沒有車牌 不過車牌就有關英國的車牌 有的話呢 那其實他也是 叫你給車牌號碼給他 就ok了 我這樣沒有呢 那就skip了這條 都可以了 public funds 這個是有關一些社會津貼 低收入寶座 住屋津貼 又或者是一些幼年子女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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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情況 其實都 大家應該都沒有的啦 因為 都應該不會 除非你之前曾經是英國公民 否則都正常不會有 飛走就ok了 下一條問題就是問到 你在最近十年 曾經有沒有去過 包括歐洲 瑞士 美國 紐西蘭 加拿大 和澳洲 那這裡是一群組的 假設你去過一次的 澳洲 一次Canada 或者一次遼斯林 那其實就已經三次了 如果你零的話 那其實就只可以飛走了 你 只要去過 那其實他都會 要求你申報 你去哪一個國家 你當時去過國家的目的 什麼時候去到呢 你 你 留在當地多少天 之後呢 他就要再問你 World Travel History 那 你有沒有 除了英國 和剛才提及過 五六個國家 以外 去過其他地方 在最近十年 那你沒有呢 就會 skip 有呢 那當然他也會再 叫你提供資料 例如他有什麼國家 那他會再問你 還有沒有 其他的 World Travel History 那你貼帽呢 那就飛 下一條 之後就是 嗯 他問你有沒有 沒有計劃什麼時候去到英國呢 聽人說呢 就說 如果你填得近呢 他就會批得快一點 我就 不多相信的 有關你的 移民申請的歷史了 他問的 是不止英國 甚至是全世界 但是你有沒有曾經被拒絕入境 拒絕申請Visa 拒絕法庭居留 被人拒絕出境等等 這些問題 那 又解釋回 沒有的話 都會直接 skip 那好像我的情況就沒有了 但我就按個yes 給大家看一下 他要求答的 那他呢 就會 叫你 發生什麼事啊 在哪一個國家發生啊 幾年 幾月 發生啊 等等 都要 具細無謂地去 記錄下 那他再問你 你還有沒有其他移民問題呢 填了路之後呢 就會再去下一條 就著英國的移民法 你有沒有做違反過呢 那 例如是什麼 非法入境啊 呃 預期居留啊 呃 違反了那個逗留條件啊 等等 那 一般都是 no 那 我就看一下他如果填yes 要求 什麼 那 跟剛才一樣 其實都會 要求你提供 什麼原因啊 什麼時候去 什麼時候去 違反 英國的移民法啊 有沒有多些細節的資料啊 這樣 填完 就可以了 那他會再問你 啊 你還有沒有其他 的辦法啊 那 no 就fail一下 這裡就是問有關 一些判刑紀錄 和一些 罰款的 這一頁就是問到 你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有沒有犯過一 認識啊 或者民事的訴訟 例如是 可能你開車超速 又或者你沒有買 第三者保險 那這類型的罪行 其實都包括在內的 你犯了一些 criminal的法例啊 如果和人有一些叫民事訴訟的 這些類型 都是需要做出申報的 如果你是有這些 經歷的話 你就填yes 下一頁 他就會要求你提供多些資料啊 例如 你當時犯的是什麼事情啊 一些詳細的資料啊 你判刑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啊 你哪一個國家 違反這個犯罪啊 填好之後呢 下一頁 駕駛相關的 他就會問你 是哪類型的 填 你哪個國家 什麼時候發生的 有沒有多些詳細資料啊 大同視V 這樣就 數一數給大家看一看 這樣 HM Office 就會問你有關 一些戰爭的聲明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 不會犯上的了 那就填路了 恐怖分子活動 那其實就是問你 有沒有直接 或者間接性 參與 或者鼓勵這些 恐怖分子活動 那麼 相信這些情況 大家都是 填no 最後就是問你 有沒有參與一些極端主義的組織 還有沒有 做錯了一些什麼言論 這些都是反人道性的 罪行來的 相信大家都是 沒有啦 所以全部都填了 no 那就OK了 Present of character 通常大家都是填路的啦 這裡問一個 Employment history 其實就不是我們一般 CV 寫的 Employment history 這裡說的 Employment 都是一些比較敏感的行業 包括是 空軍 政府部門 無論你做一些 back office 警察 民員 一些 情報機構 等等這些類型的行業 你有沒有做過呢? 有 那就要提供更多的資料 你做過哪一間公司 哪一個國家的政府部門 做的職位 工作年期等等 我相信都是要這些資料的啦 現在有沒有一個現行業的 BNO Passport 因為我有 那我就填 yes 要我提供一個 Passport number 以及一個 Expiry date People applying with you 多數家庭都需要填的 就是有沒有人會跟你一起申請 即是主申請人和副申請人 如果你是有人跟你一起申請呢? 根據那個申請上限呢? 一個人最多可以帶12個人 當然還有一些關係限制 那你要提供回 付申請人的姓名 他們生日日期 他們本身的割籍 如果他們本身的割籍 有他們自己的護照 那也要提供回那個護照 當然啦 也要解釋這些資料的關係 這裡的關係 就例如是 夫妻 子女關係 家庭成員 那就要 依靠住申請人生存的 那都會問 他們會不會住在英國 多於12個月 當你答完之後 他們就會再問一次 有沒有人跟你一起申請 有沒有人 要在財政上依賴你的呢? 沒有就會直接 skip 如果有的話是怎樣呢? 被助養的人 那他們跟你知道的關係是什麼呢? 他們的聲明是什麼呢? 他們的生日日期是什麼呢? 其實都要提供回 那特別一點的地方就是 現在受養的人 是不是跟你一起住 又或者 他們會不會跟你一起去英國 那這裡都要特別的去提及 再問多你一次 有沒有其他人都需要你的財務支持 有的話就在田 沒有的話就接下一條 Family who live in the UK 問到你有沒有家庭成員 本身是住在英國的 那就方便你們團聚 那沒有就直接 skip 有就要填多一點點資料 資料包括 你們知道的關係 他們的姓名 他們的國籍 居住的Permission 究竟他是臨時簽證 永久簽證 那再填好 就在這裡 他問到 你是否跟一些organized group 一起來前往英國 還是你單身過來呢? 如果你填了no 就會直接 如果yes又怎樣呢? 那你要提供一間公司的名字 如果你去經一些旅行社 那要提供旅行社的資料 Living location 他又會再問一次 這幾個皇家屬地 你有沒有興趣去住呢? 那我就填了 那如果yes 他就會問你 你想住哪個島 想申請BNO visa 的年期幾長 30個月 還是5年 因為會接影響 NHF 費用 那他會問到 因為你本身 是香港居民 有香港匯資 香港身份證 他就問你 你是否合法地可以 居留在香港 那通常大家都是yes 的 那如果你是no 的話呢? 那他們就會再問 你是否有合法的權利 可以居住英國 或者是當中的皇家屬地呢? 如果你都不是的話呢? 解釋 為何你無法可以合法在當地居留 這個就是TB Tax Money 只要你在申請的時候 都仍是半年來的 那其實這個都算是一個Valid 的Resa Week HM Office 都會對大家的財力 都有一定的要求 財力證明呢? 包括你的銀行傳接 你在英國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定期的固定收入 你有沒有做一些投資 你有沒有一些獎學金等等 這些類型的文件 其實都可以證明到你的財力狀況 那這個呢? 其實他們都會要求你 供應給他們的 那你踢了之後 那個To-Do List呢? 就會多了這些類型的項目 你會不會給你英國居住的費用? 那如果有的話呢? 他就會問你 你知不知道你居住成本是多少? 如果你說你知呢? 那他就會要你報一個數目給他了 我的情況就是 我願意去給這個住宿費用 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住宿費用的一次 那我就 skip了下一條 Visa其實都有一個standard amount 大家至少是最低要求 那其實我會放在這個 description那裡 給大家參考一下 到最後 問你有沒有一些additional information 而剛才我一大堆問題 是沒有提及到的 那我就選擇了這個選擇 那直接save and continue就算了 這裏有一個總頁表 那去看一看自己答的東西有沒有錯啊 或者漏了啊 如果錯或者漏了呢 就在旁邊changes那裡 click on那一條去改 那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的問題 大家答完之後呢 到第三部分呢 就是有關一些document 因為個案大家個個都很不同 那但是有幾份文件呢 不同個案都必須會要求大家提供的 包括BNO或者香港特區護照的證本 第二部分TVtest的照片 第三部分 你在香港居住證明文件 其實一般都是身份證 第四部分 你和你家人的關係的證明文件 出生紙 之後就是問能夠支撐到在英國六個月的費用開支 那這個就是ban statement 之後他要求你去評估一下自己在英國居住的成本 我當時呢就是用Airbnb某一個區 收費表呢 那些價格表 一個清單 那列出了當地的BNB他們收費多少 那我就cap the screen 告訴他們 那就OK 到第四部分了 是有關一些聲明 tick yes 到最後的聲明 那說回你是一個大過18歲的成年人 低過18歲的年輕人 父母幫助你去申請 還是一個法律代表 去幫他們做這個申請表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 Decare 回自己的角色 如果是一個代筆者的角色的話呢 那其實H&M Office呢 都會要求你呢 說回自己的關係呢 Travel Agents 是Family Member 還是其他類型的關係呢 你提供你的名字 你的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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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的公司 Travel Agents 公司是一間公司 公司的地址 公司的號碼 公司的號碼 等等 有一個圖案 看回大家自己答的東西有沒有錯呢 沒有錯就知道 Continuous 到第五部分 是Payment 其實總共呢 每一個Application 會有兩個Payment 一個就是IHS 第二個就是Application Fee Application Fee 就是之後才付的 現在這個付的就是IHS 當你付了IHS之後 剛才填的所有資料 就會落死了 就不能再做任何修改了 當你去了IHS的網頁 給了錢之後呢 他會提供一個IHS的 名字號碼 按OK之後呢 你就會回到你的Visa application 第五部分 想在哪裏拿你的BRP 有兩個選擇給你選擇 一就是英國的郵局 那不是所有郵局都可以的 它有個List的 第二 你可能是住在親戚朋友的家裡 你要付一個名字 地址 地址 那他們就會直接寄BRP 給你的親戚朋友 給了那個申請費用 那就是2800元港幣 剛才IHS就大概35000元左右 五年的話 那2800元 選擇用什麼方法付錢 決定好了之後呢 就會直接直接 然後你就填滿所有東西 你的卡號碼 你的CVV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Expiry date 這樣就做一個Payment Payment成功了之後呢 他就會給你一個Reference number 第六部分 他有幾樣東西要來做的 第一 就要打印一個Document checklist 那就是會列出你需要提供什麼文件給VFS 即你的Passport有照片的部分 空白頁面 TVTest的result 你的財政證明 你的ID卡 出世紙 Airbnb的Capscreen 如果在我的情況 那會有一個清單給你 那就要下載出來 之後就是要安排面試 它會提供你的文件 以及你的生物驗證 當你OK 那你按鈕 按鈕 按鈕 它會寫一堆文件 但你逐個逐個按鈕 這樣你就寫回 這樣就可以了 VFS裡面 提供了所有 所需要遞交的文件之後 安排去簽證中心 提交生物驗證 即打字幕 以及拍近照 時間就會相比正常的辦公室時間緊絕 因為他們的營業時間 是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那要處理都非常之多的申請人 也都很容易爆門的 時間之後呢 那就再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VFS提供的服務 例如就是打印 翻譯 翻譯 文件的服務 那當選擇好了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check out 就按著預約的時間 去簽證中心 做完簽證 那就大功告成的了 那就分享給大家聽 我當時去北角的簽證中心打字幕的流程 那因為簽證中心裡面 不可以有任何的攝影行為 所以呢 都是只能夠 以說話的形式去交代給大家聽 那去北角的簽證中心呢 需要帶上三樣的文件 一就是Passport 第二就是當你整個申請流程完成之後呢 VFS會要求你打印一份Document Checklist 還有一份Appointment Confirmation 那Document Checklist呢 其實都會顯示你申請的Visa的種類 你的Payment的Notification Number 申請費用 申請日期 notification 専門診 並且いうこと adverse 是列出相差的資料 這部份認可 上載既 regional證erer 及你的文件上面書 上載記錄 會顯示你上載文件的種類 上載的檔案名稱 並且上載的日期 當你到北角簽證中心的時候 首先登記 送給人到養 Nucle 然後就會去到櫃檯,職員和你核實身份之後,就等待入房子打指毛和拍近照 打指毛需要打兩隻手指,左右的拇指和近照 而且這張照片是會打印上你的實體BRP上面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化一化妝,整理好頭 因為照片會跟你五年或以上 當完成這幾個流程之後,就可以直接離開簽證中心了 整個等待的流程其實都不會有其他簽證中心職員 或者是HM Office的人通知你,除非你有額外需要遞交的文件 我當時申請的時候,是6月底2021年,我收到正式的BNO Visa的成功 結果是7月初,總共歷時兩個星期左右 他們會經電子郵件通知我可以去北角簽證中心領取我的護照 在電子郵件裡不會顯示出你的申請是否成功 因為我是申請親身認領的,所以我需要在星期一至五,早上八點至九點的時間 親身去到簽證中心,拿回護照的流程都非常之簡單 只要你去到櫃檯,職員和你核實身份,文件清單和Appointment Confirmation的時候 然後他們會給你一張收據 而那張收據也是你之後親身認領護照的證明 如果沒有了這張收據,VFS Office是不會給你一本Passport的 那給你一本Passport的同時,它會連著另一封信 標題是寫著UKVI28 那當你進入英國的時候,你也需要迫帶這封信作為證明文件 那就是整個完整BNO Visa實體簽證的流程 因為我之前曾經因為填錯資料而需要withdraw整個申請 那我當時withdraw申請呢,其實你登入到HM Office網址 那其實它有一個選項寫著Cancel Application 按進去之後,它就會問你取消申請的原因 只要你選好之後呢,那你就直接按上去 那其實整個流程都是自動化處理的了 它會在28個工作日以內 將本身產生的費用原冷附還給你,經過自動轉帳 我亦都附上我的戶口證明,顯示給大家看時間是需要的 我比較幸運,我20天左右就可以成功申請退款 希望大家不需要經歷我這個情況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